YOU 為天 今集跟大家來到旺角 如果是立北小生的粉絲 我覺得今集會留意 因為今集會跟大家去到旺角 去看其中一間店 他跟立北小生做了一個主題店 所以跟大家今集來到這間餐廳 去吃立北小生主題有關的東西 還有看看他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好,說太多,Let's go 好,那已經點了 其實我們暫時點了主食 甜品我後補了 因為始終覺得你和主食一起上甜品有點怪怪的 我就點了主食和點了一杯飲料 所以要等到四月份拿一張單 來拿一杯飲料 我回頭也會點了甜品 我剛才開場也提到 會點了珍珠寶丁 所以完了主食之後再點了甜品 其實要看整間店的裝修環境 其實充滿了立北小生的裝環 還有一些貨品、自演品放在這裡 當然我會給大家看一些鏡頭 看到很多立北小生物 還有這間餐廳很有日本家庭式餐廳的設計 當然啦 至於你說食物方面好不好吃 這個就要待會去吃的時候再和大家說一下 因為始終食物還沒到 所以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看看食物回來 和大家說一下食物方面的東西 大家來到這個攜坊這邊 新都會廣場這裡 就是我身後的食玩樂園 這裡分為兩個地區 分別就是我身處的這個位置 有一些較為小同向的地方 另外就是黑色這個位置 大人向一點 這次的會場最大賣點 除了一些模型之外 還有一隻大放大板的 好了到了餐了 說真的一句 它在我面前的碟頭也很大 而且包子也很大 先到一個主食 叫了這個 這個 雞扒漢堡配薯條 哇其實那個漢堡真的很大 神經病 它大到我覺得有點可怕 它是有一層 它面上有一層 很大塊雞扒 也有山菜 聞起來很香 當然香氣是來自這個薯條 它面上應該是chuffer 真的很誇張 好了 首先試一試薯條 如果這個薯條是厚切薯條 這個是我 我是chuffer 真的chuffer 整個感覺是很香的 這個感覺 這個漢堡我覺得大得有點驚人 我會整個 整個 因為實在 如果我遲下去 我一定會散 所以我就決定整個部分 吃起來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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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就覺得蠻香的 很香 很香 而且吃起來真的有點餓 先吃完那個感想 其實它的雞排剛才也很香 而且很厚身很大塊 另外就是配生菜 還有一些蛋黃醬配在裡面 整件事是很有層次感 而且吃起來是很飽滿的感覺 不過太大了 令到這件事過分飽滿 但我不討厭這種做法 我除了是非常香 香到我沒有什麼可以說 另外就倒了另外一杯 山下水果茶 這個就是山下水果茶 它所有的動飲都是有這個 納白色生日牌 其實整杯的樣子挺漂亮 荔枝是麵 然後又是青檸 這個後面應該是快寶河葉 整個感覺都挺正 當然 要試一下一杯 其實它一杯都很高 很大杯 所以它做這個水果茶 因為底部全部都是水果的果肉 它就是用紅茶茶底 這個要試一下 其實茶底挺清 又不是很濃的茶底 也喝到水果的清腎 其實整杯的感覺挺好的 如果你吃這個韓國 加這杯水果茶 它會幫你清淺了油膩 其實整件事也挺不錯 因為實在太鬧夠了 我不想讓大家看下去吃的過程 好了 現在我已經到了甜品了 大家看看甜品 我叫的 還有我剛才說的 我會叫的就是黑糖珍珠布甸 讓大家看看黑糖珍珠布甸 那珍珠布甸 就是剛才吃的漢堡 其實它的漢堡真的很厚實 而且它的雞扒的雞皮其實挺薄的 所以吃下去有少了一份漢堡感 但真的很飽 好了 先說回珍珠布甸 珍珠布甸 看到小白的牌子 然後旁邊全部都是珍珠 然後就是這個布甸 其實看到這個布甸 其實有少少布甸燒的感覺 這個位置 我都不太感激 其實做得挺漂亮 這部 但是我真的有少少罪惡感 好了 喂 要嘗一下 切一點來嘗一下 好了 其實它的布甸 讀下去的質感 是有少少實的 它那個其實不像是 不像是一般普通布甸 它有少少像木通布甸的質感 不知道為什麼 嘗一下 它這款比我以前吃的传統布甸的做法 質感有些不同 它是比較實淡的布甸 那種質感 如果配搭珍珠的話 我想應該它那個 它有少少Termisue的味道 再加上我質地的那種布甸 整件事有點有趣 好了,連珍珠會怎樣呢? 又多一種層次 布甸的那種實質的感覺 然後再加珍珠的那種咬口的彈牙 整件事令整個甜品又升華 整件事很好 當然布甸的質地好像說實質 還有呢,它有一點像芝士餅的那種質地 所以一吃下去又多有趣 它的質質又多不同 我很喜歡這個甜品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 這個甜品不是很甜 所以不用擔心吃下去會有一些膩 還有一些過甜的感覺 又是一個不是很甜的甜品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來這裡吃的話 是必定要一試其中一種甜品 好了,跟大家吃完這間店 其實呢,我自己吃完之後 我覺得這間店的份量真的挺大 挺大分量 還有呢,如果有人說這麼多東西賺 我真的覺得三款來講 它的布甸真的挺棒的 一個木框布甸的質地 再加上珍珠的那種咬口 整件事的配搭是挺match的 當然啦,它的雞扒漢堡也都是 我都覺得是一絕的 當然是很厚身的雞扒 再加上它的漢堡 其實我覺得它的漢堡 有些比較... 包有些軟身一點 因為包的較為呢 較為堅固一點點 那可能吃下去就沒那麼膩 這間店的那筆小新的聯盛 就去到4月9日的 如果大家出了這條影片之後 還有幾天時間的,有興趣的 那就不妨去這間店吃一下 OK的,我覺得不錯的 當然呢,除了有海部族送之外 還有一些杯箭 一些餐箭 給大家去看 去送 所以呢,這兩樣東西 我暫時還沒拿到手 到時候我應該等到4月3日 之後去拿回那個賣品 應該會有的 到時候可能拍照放回去 Youtube給大家看一看 好了,這集就跟大家去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好了,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